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如果有任何附在肉上的脂肪 都可以保持它的风味和水分 鸭皮剥开以后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鸭胸肉 然后就可以用刀把两块鸭胸肉切下来 在鸭胸肉切好之后就可以小心地检查一下 把子弹给拿出来 我们今天就要利用鸭胸肉来做我们的料理 现在我们就来腌制这个鸭胸肉 今天腌料和辛香料都非常的简单 我只用了一些姜丝 还有一个柳橙 如果你用现成店里面卖的柳橙汁也可以 我也加入了几片橙皮 增加它的香橙风味 另外只再加上一些海盐 就放入冰箱隔夜腌制这样长一点的时间 鸭肉会更有味道 好了 现在料理时间到了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酱汁吧 首先先把一个柳丁去皮 然后放入果汁机中把它搅成圆汁 然后现在可以依照个人喜爱的口味 加入一些姜片 八角和肉桂粉 天啊 我就是无法抵抗这么诱人的颜色 因为这几个元素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辛香料 在准备鸭胸肉的酱汁的同时 我们也准备了小洋白菜 另外在户外也升了火 烧了炭 准备烤地瓜 而想要瓶酒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打开一瓶好酒 因为美食也需要有美酒相伴吧 现在回来看看我们这个漂亮金黄色的酱汁 我们就用小火让它慢慢的炖煮 它就会收汁 而且变得浓稠 香味四溢 里外硬盒 记得出去把地瓜给翻个面 免得烧焦了 现在我们要用高温的铸铁锅 来煎小洋白菜 小洋白菜有许多的名称 最主要的是豹子甘蓝 又称球牙甘蓝 而另一头也有一个烧热了的铸铁锅 要来煎腌好的鸭胸肉 鸭肉要好吃的秘诀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油量要够 二是油温要高 第三千万不要煎过头了 因为鸭肉要好吃 它必须要很嫩 而很嫩的定义就是 鸭胸肉一定要带一些粉红色 它的肉质才会软嫩鲜 所以一面煎上个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香喷喷的鸭肉 让我快要流口水了 小洋白菜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快好了 最后只要撒上一些红糖或白糖 然后加入盐胡椒和一些柠檬汁 这个味道绝佳的小洋白菜 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去看看在烤肉架上的地瓜 哇哦 可以看到地瓜本身 甜滋滋的蜜汁已经在冒泡了 在整个空气中 似乎都充满它香甜的气味 让人食指大动了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空气似乎也变得比较冷嗖嗖的 而且气温也降低了不少 不过今天能够在户外的大自然下 轻松的享受这一份丰富 味美而且又饱足的一餐 真的是要感谢大地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今天的鸭香肉 它的色泽红润 肉质细嫩 而且它的味道醇厚 真的是一道非常难得的美味佳肴 而再配上美酒或者是你喜欢吃的辣酱 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或许现在你没有机会吃到野鸭 那就不妨来一份中式的烤鸭 来解解馋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